SA355 护角双头具 给大家介绍安装机器用 给机器预留好左右三米料架空间 料架这个腿装好 对应有两个螺丝孔 把它锁上去 锁上去之后要把它锁紧 这个脚杯上下可以调水平 料架的腿装好之后我们把装料架 这里机器原装有两个孔 我们把它锁上去 这里有个土壤口 上下可以调水平 这个平面要跟这个平面是一个平面来的 我们先轻松一点点 主要料架装好之后我们装这个切削叶的水壶 好 锁好之后 把这个水壶 我们会有油的加满那个寄来水 放在这里 刚好加了水壶 我们把这个水弄 放在口 放在口之后 然后这两个缸放进去 一边可以按 一边按不了 按不了那边我们先放进去 这个口 在这边按得了那边 按下去 好 这样的 这样可以的 这个漆码是8个里的漆码 这里有个山头 这里漆牙表保持有0.4到0.6 变了3.8的话它都没有3组火线 1组地线 我接3组火线 好 锁好 锁好之后 通电 通完电之后这里机器材会亮灯的 通电之后我们先启动一下电机 看来即便这样反转 启动电机 即便跟着这个方向转转 如果即便往这个方 方向的话 反了之后我们需要 调换两组火线 把两组火线调换一下 然后把这个瞄下 揉在下 把这个面平成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留紧 左右一样 绑起 我们开始就绑起 绑起对应好它的形状 这个有个缺口的话 往里面的 这个有标记的在里面 推过来 把这个往前面推 把这个螺丝往上提 这样提好之后 最好停一讲 这样停一讲 这样推进去 里面那个一样 推进来之后 我们找个实际卡口扳手 这样扭 把它锁紧 把主要不要买动 那我们有个小标码 把那个小标码固定好 把锁上去锁紧 这样 速简定位对好它的形状 对 如果这个标记 如果是反的话 我们可以拉出来 这样 往后面拉 这样扳 这样扳 这样扳上去 这个标记呢 只是一个 参考数据而已 这个护角 先不要开 开的话它有链铛 我们先不开 我们先调整那个速简表 把这个速简表夺到短的位置 先不看上面里面的数据 正反方向不管它 这里有负数 这个链 两千多了 至于我们毫米单位 两千多就是两米多了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随便挪动一个位置 把它固定好 先换完之后 我们拿出来这个材料 习近量一下它的起创 2709的 调这个表首先调按C键 C键之后这里里面零的 会有数据 不管它把它调到 我们切出来实际起创 我们这个是270 9 这个是调123456789 这个是调位数 好调好之后 我们确定 确定之后 我们发现它的方向反不反 反来是对的 那这样 这样就对了 对了就OK了 调好这个表之后 我们再移动它 看一下它的数据是否标准 我们切购350的 切购350的 定好 我们把这个料放上去 护士 完成 收到 吸气 量一下它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 325对了 这个按钮 吸什么效用来 这个是手动压料 一点手动压料 这个会压 好 吸气大电机启动 35度锯片启动 它也是它 关起它 我们正常不牵入脚就把这个块关关掉 然后启动电机 启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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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板开起来的话 开起来 启动板电机启动 45度 打启动板 它就先贴45度再填启动板 首先我们牵过45度的不牵入点了 把它关掉 把它启动 然后我们先关掉出去 这样牵出来 它是进一种床脚的 就不带护脚的 我们在这种护脚的 护脚就把护脚就抬起来 启动 抬起来吧 这样切出来它就有个护脚了 就有个安全脚 护脚 这个护脚大小呢 自己调这个手柄 往这边是小啊 大 那这个数据神是大 这个护脚就是大 神是小 最小这个这个表 我们处长是2.7的 这个呢就是护脚 就是前护脚的前进快慢 这个是后退 扭紧就是慢 扭松就是快 这个是45度 下刀速度 就是这边往下速度快慢 扭紧就是慢 扭松就是快 这个是往上 往上抬刀的速度 扭松就是快 扭紧就是慢 然后上面那个呢 就是切掉叶 喷切掉叶的大小 扭紧就是喷得比较小 扭松就是喷得大 这两个气压表 它是管 一个是管平压 一个是管平压 一个是管下压 它对应下来 对应下来的 这个就是下压的压料 这个就是平压压料 我们点一下手动压料 它会跳 关键压气压表 我们调好的 这是总计压表 总计气压表 平压压料 开关关键之后 这个不会压 机会下压 然后我把下压压料 开关关掉 要到下压压料 就不会压了 平息那个料 这里我们不能 不能这样操作 我们不能超过这个缝 左边 左边那个缝 你在这个位置 这样切 然后如果切得脚的话 你有一段不要的话 这样切的话 多长几片 你要找一个料 找个木头 或者铝条都可以 这样要刷进去 往这边刷 要刷进去 刷进去后 这个拿的可以压得到 这样它这个多的话 它就多得到 它就不会打掉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不需要垫这个的话 你这样 这样压了的话 它压不住 这里压不住 它切完之后 会帮料头 帮料头会耍它到锯片 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个材料切完了 我们剩余这么多 要切了 要切这个角的 弯在右边 这样 这样的话也可以打料的 可能这样不能 不会打料 这种情况呢 你也需要 也需要找个木条 或者铝条 这样刷进去里面 这样刷进去里面 它这边可以整个道 比如说这里整个道 压得住 它就不会弹地片了 它这样它就不会弹地片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拿着这个 这样的话 它压的话 它只要压到一点点 等一下一切的话 它会让料头会飞 会弹 所以我们需要 这种情况 需要找个木条 垫